继续锁定十点不一样 我是秦林谦 入东最强寒流报道 何欢山有机会下雪 何欢山越晚越冷 那在现场已经起了大浓雾 所以公路局就公告了 在傍晚五点过后 将进行路口管制 只出不进 天色暗归暗 武岭停车场还是挤满了不少汽机车 22号何欢山入夜扣到23号凌晨 预计有机会下雪 不少人早就等不及先上山再说 热血 要跟孙子讲 幸福 骑四个小时 八点半出发 云林来了 几下多久 骑三小时多吧 追学团比例最多的就是学生 因为寒假到了很多大学生 机车骑着说冲就冲 从各地来追学 不止年轻人热血 这位先孙也不输 就是体验一下不同的那种感觉 感受怎么样 很爽 很爽 直接打世博穿短裤和寒流打 肉搏站挑战极限负一度低温 更有爸妈穿着短袖临时起义 开车带着小朋友来体验 五顶网松雪楼和寒山知名的水晶宫路段 还没有下雪就先结成冰铺 大约有两层楼高 也让不少游客强着拍照 过过干瘾 期盼能够等到下雪 好消息 拉拉山上巴林下午开始飘雨 山中雾气缭绕 却不减游客的兴致 车一辆一辆进到商圈 就是为了等到好几年没下的雪 希望今天晚上 明天可以看到雪 这个背心是加热背心 就是放行动 电源在那边按钮 按下去它会发热 民宿业者也做好了万全准备 除了备好食材 房间也都换成了后被子 因为这几天不停地接到询问的电话 我们拉拉山都有下雪的机会 所以陆陆续续打电话来询问的客人 也比往常要热络一点 早上开始一直都有 好多的客户都打电话来询问 是不是说会下雪 他们想要来追雪 跟去年相比大概怎么样 是差一点 但是还是蛮多 蛮踊跃的 来这边订房 全景民宿的景观房 一旦下了雪 就能在室内看到雪景 到了晚上睡觉也不用怕冷 寒流来袭 拉拉山清晨的温度 恐怕会到接近零度 因此民宿都被有像这样子的电热毯 让民众在深夜睡觉的时候 也能够保暖 而在宜兰太平山庄也开始飘雨 游客却希望能够再下大一点 水汽增加更有机会下雪 而业者则指出 这一步的寒流目前都是满房状态 也期待连日的低温 仍让游客都追雪成功 体育新闻综合报导 寒流南下的中央气象署也预报说 今天越晚是越冷越低温 更多气象讯息交给旋徒 入冬的最强寒流 越晚还会越冷 但是我们要特别提醒 这一波冷的时间比较长 预期到礼拜四之前 都是很冷的 这预寒工作真的要做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 在降雨的部分 在今天北部地区的雨是蛮持续 就是因为这东北风带来的迎风面降雨 但是到了晚上之后 华南云雨区也加入 所以不止中部以北降雨比较多 甚至连中南部的山区 近山区还有平地 雨势也会开始变得比较多 而这一波华南云雨区 预计会一直影响到明天的白天 都是如此 但是到了明天的晚上 雨势就会有所趋缓了 因为华南云雨区已经移出了台湾 到时候整体的降雨 又会集中在迎风面地区 像是东北部还有东半部 所以整体来看 如果要降雪的话 礼拜一的晚上到礼拜二 其实基本上容易 北部1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有可能会下 而在中南部25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有机会 但是到了礼拜三 整体来看呢 比较容易像是在宜兰的太平山 因为迎风面地区 雨还是有 所以温度配合的到的话 在太平山礼拜三 也是有这个机会 那看完了降雨 我们来看温度 如果时间用更细致的来分的话 基本上礼拜二的清晨 以及礼拜三的清晨 是这一波寒流最冷的时间 礼拜二的清晨 北部地区低温大致是落在6度 中部9度 南部12度 局部空旷处可能还会再减个2到3度 所以在竹苗地区 不排除会出现4度以下的低温 而这样子的体感温度呢 已经逼近于零度了 而到了明天的白天 就算有热力作用发展 在白天北部的高温 也不会超过10度11度 中南部也只有13到18度的高温 而到了明天的晚上到后天的清晨 北部的温度有稍微的回升 但是中南部反而比礼拜二的清晨来得更冷 原因就是因为辐射冷却 这一天开始转干了 所以早上就会变得比较冷一些了 再来这一波寒流预计会影响到什么时候 目前看起来到礼拜四的清晨 一整天都还是比较冷的 但是到礼拜四的白天 温度就有回升 蓝色的这一条线是中南部地区 在白天的时候高温就会占回到20度左右 但是北部地区红色的这一条 预计在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六 高温也都不会超过20度 所以北台湾这一周基本上 都是这样凉凉冷冷的感觉 即便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冷空气的影响 但是它的强度也不会来得 这一波寒流这么的强 最后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就是在这几天 北部地区低温有可能会来到6度 中南部地区则是介于8度到10度之间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 这样的寒冷的时候 会一直维持到礼拜四 预寒工作这几天都不能少 以上是这节的气象 好 这需要提供给您 说到了寒流来报道 来看看其他国家也是一样 美国连续两场的冬季风暴带来了低温跟暴雪 也造成了不少车祸事故 短短一个星期就造成了多达89人死亡 而纽约的水牛乘48小时降雪60公分 美式足球比赛还开出大约600块台币的时薪 征求球迷帮忙产雪 四名大学生山顶露营 一觉醒来雪太大下不了山 只好求救 直升机破例停在460公尺高的狭窄山顶 连续两场冬季风暴 美国各地救难任务暴增 狗狗冲过来让远景把救难绳索绑在他身上 再跑回掉进冰湖的主人身边 最后两位远景拉绳索顺利救人 危险事故不断发生 非诚就迎来过去两年第一场重大降雪 车子在马路上不受控漂移 纽约还发生超车打滑 撞上对象铲雪车 全美一周就有将近90人 因为冬季风暴事故死亡 天气太冷 水管也会洁冻甚至破裂 从餐厅 到幼稚园都因为水管裂开而淹水 雪下太多也是大麻烦 尤其在纽约水牛城两天降下60公分的雪 美式足球水牛城比尔队给出一小时600多台币时薪 请球迷在星期日的季后赛开打前 先来帮忙产雪 为支持的球队打工 这种体力活 球迷反而做得很开心 不过这星期 梅冬又会开始回温 甚至会出现异常高温 华府星期五气温 预计比过往高出摄氏12度 一下太冷 一下太热 极端变化在极地更明显 全球最大的A23A冰山 正从南极往北漂移 有可能因为周遭海水越来越温暖 所以开始消融 另外北半球也有熔冰危机 NASA最新研究用25万颗卫星整理过去40年的资料 发现格林兰冰冰量比以前想的还要多两成 不只海平面上升 熔冰冰改变海洋严温度也冲击洋流大气 恐怕让极端天气更加极端 DV新闻众报道 其他的国际焦点还要来关注的 先来看伊哈战争 这导致了中东局势趋于混乱 伊朗圈腰的胡塞组织也持续的在红海作乱 美国则持续的打击叶门叛军的据点 那么专家表示哈马斯的攻击手法跟伊斯兰国ISIS手法类似 都是以残暴的手段著称 不同的是ISIS可以吸纳各国的人才 而哈马斯则是以招募巴勒斯坦人为主 不论是拿机枪疯狂扫射 还是扛起监视武器攻击 在加萨地区作战的哈马斯 一律身穿便服隐身平民之中 以色列国防军特别整理出这段 长达十分钟的哈马斯作战影片 借此凸显三个多月来 他们所面对的复杂情况 为了扫荡所有哈马斯 以色列一路从北站到南 现在则是有坦克车出没在 临近拉法的穆瓦西地区 显示他们的位置又更往南推 缩时摄影记录下 甘友尼斯明宅下一条蜿蜒曲折 绵延八百公尺长的地道 这里其实曾用来关押过 以色列人质 根据以军网站 根据以军绘制的3D图 这条地道会先经过铺有瓷砖的房间 里头有棉被床垫之外 还有琉璃台放置锅碗瓢盆 而在往里头走 又会看到马桶和厕所 以及另一个设有铁栅栏的设施 以军就是在这里寻获 五岁小女童艾米丽娅的画作 回顾10月7号的这场攻击 哈马斯枪手挨家挨户开枪 甚至斩首平民 残暴手段和ISIS如出一辙 却又不完全相同 但哈马斯确实也正扩张海外营运的范围 包含德国丹麦荷兰等陆续逮捕可疑的嫌犯 密谋对犹太机构发动攻击 专家担心ISIS等激进团体之后 也会反过来搭上冲突顺风车 在全球制造不安 然而当前最令人担忧的 还是越来越动荡的中东局势 周末期间 以色列在先后锁定 黎巴嫩真主党成员 还有在叙利亚的伊朗革命 卫队攻击 记得伊朗当局扬言保复 不论是哈马斯还是真主党又或是夜门叛军胡塞组织 背后的老大哥统统都是伊朗 背后隐藏的当然是美伊之间的对抗 这也是为何夜门叛军至今有事无恐继续攻击红海的商船 美军周末才第七次打击夜门叛军 同天却轮到美军位在伊拉克的阿萨德空军基地 遭到伊朗相关组织攻击 统计以哈战争以来 美军在中东地区预期的次数已经超过144 伊朗战争以哈战争派出代理组织作乱 美军虽展开反击却还是无法完全的嚇阻 专家分析这类的以牙还牙互红攻势 短期内恐怕很难落幕 有新闻 综合的 除了伊哈战争还要来关注的是俄乌战争 西方军援减少 乌克兰在前线真的是越打越辛苦了 现在还用前苏联时期的防空系统 来打俄罗斯的无人机 那么精准度当然就远不及西方的精良武器了 而另外在共和党这边气势如虹 初选的川普现在放话说 如果他重返白宫 要在24小时内结束乌俄战争 泽文斯基则泼冷水 说川普的言论很危险 可能把乌克兰给卖了 即便是大雪天 乌军演习不中断 演习不用实弹 大家开枪也没多想 但在前线可不是这样 在巴赫姆特的外围区域 乌军发射的每一枚弹药 都得精打细碎 都已经听得到前线被炮击 但是乌军在这里 能倚靠的武器 却是可能比士兵们年纪都还大的 古董级军武 眼前这是从1976年起 苏联时期就在使用的 短程防空系统Stra-10 美国军援下不来 只能死马当活马一 再就也要用 乌军分析 俄罗斯用无人机攻击时 会分四层作战 从侦测锁定到攻击目标 会用海鹰ZALA Supercam 柳叶刀等无人机精细分工 但是这阿公级的防空系统 却没有办法清楚辨别目标 不但老旧 使用的9M37防空飞弹 一枚造价也是要6万美元 所以乌军要打也是省着打 要对付大型或是更有价值的目标 才会真的用上它 还有另一头的酷皮杨斯克战线 前线用的也不是最先进的 暴室战车 尽管内装看来是升级了一些 作战时也能够跨越三公尺宽的壕沟 但是乌克兰还是希望军备越多越好 俄罗斯是有弹药没士气 乌克兰是相反 愿意打但是没子弹 美国朝野态度捉摸不定 乌克兰最担心的危险因素 则是川普回国 因为川普放话要是他当选 一天之内就能搞定乌尔战事 这话听在乌克兰耳里 警铃大作 泽文斯基担心川普真的回国 转眼间可能就把乌克兰给卖了 乌军只能够把握美国大选前 能打多少算多少 持续用无人机攻击 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地区有油槽 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不止如此 俄罗斯的乌斯基卢加港 还有天然气的接收站也烧了起来 退役美军将领就分析 这就是乌克兰在冬季采取的打击策略 用无人机锁定俄罗斯境内的油槽 天然气等重要设施 同时在俄罗斯控制的盾内刺客区 则是由市场遭到空袭 样成至少28人死亡 20多伤 俄罗斯双方都互相指控是对方所为 只见遍地都是血迹 还能够听到民众的哭声 即将打满两年的无恶战争 依旧是看不到尽头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则是非许多伤口 警察库的污染 193年尼联网 公司的老人